美丹规模最大的自行车展登场 招通部观光局驻纽约办事处设置单车体验区 透过虚拟实境VR技术 让纽约客胜利奇迹体验台湾风光 今年就是利用最新的VR技术拍了三部VR的影片 特别在这个展摊提供给当地的民众来实际体验台湾的美丽的风光 驻纽约办事处 官司处长徐立文表示 台湾已经建制完善的环岛自行车网 可说是自行车的旅游天堂 值得车友们亲身感受宝岛魅力 从国际的旅游的反应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的自行车的旅游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 除了推广自行车旅游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也展出台湾自行车精品 包括车架 电条和自行车衣等配件 而展场上还有另一个亮点 是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肯定来自台湾设计的智慧车表 台湾观光局与外贸协会联手出击 不仅让纽约民众体验台湾风情 也展示自行车领配件精品 希望擦亮台湾自行车王国与旅游天堂品牌